哈囉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我們這一次9周年的雙限定大獎 基本就是確定了嘛 果吉達跟布羅利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high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龍石這方面到底足不足夠 所以這次的話就有打算跟大家 來稍微聊一聊龍石這方面的話題吧 在那之前先說一下我們的爆裂眼所戰 退休啦 這一次是最後一次啦 他的獎勵已經發布出來了 這一次的話也是非常感謝好友 讓我順利的上到了一趴這個樣子 最後一屆可以拿到這個成績也很棒 Thank you 然後9周年8版場的那一個粉絲見面會啦 官方已經是set up出來的啦 到時候放送的時間也是一樣是在下午一點 可是因為是在2月10號啦 我們大年初一啦 也不確定到時候時間 云不云喜開直播 可能就是等看完之後再做影片跟大家聊聊 OK 這邊我們這邊就過渡過去吧 我們回到我們的正題 也就是龍石這方面 相信大家應該會蠻擔心啦 到時候龍石不夠 可是就每一年都有講到的啦 因為就是週年慶方面 官方給的龍石量其實是相當的足夠啦 這一點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說是需要走完三彈活動 我們才可以拿完全部嘛 可是實際來講 第一彈活動當下啦齁 我們能拿到的龍石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並且有一定的量 甚至有可能只要順利的話啦齁 尤其這一次是果吉他跟布羅利的關係 雙平台第一其實還蠻有信心可以達到的 只要雙平台第一拿得到的話啦齁 就有130克龍石 直接GETTOTOZE 所以這方面來講的話 就差不多可以讓我們多抽一輪的啦 那麼這邊就想說給大家回顧一下啦 我們去年八週年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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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已经尽可能的弄大哈了 这个就是我们8周年期间所获得的龙丝量啦 那个Dopter 1273啊 是不包括倒数活动 不包括六字登录跟六字的额外任务的 就只不过就是第一弹、第二弹、第三弹的活动总和 就有1273 而我们那时候官方讲到的最大龙丝是800颗 当然其中也是要扣掉一些龙丝啦 就是这样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叫Tomate 从来想不起 那个销售榜第一的 我们必须要扣掉 第一弹130颗 第二弹30颗 这边就160颗 然后五道会 不属于8周年期间的活动 原本这个五道会 会是在周年前开上来的 当八周年的时候就跳过来这一边 所以五道会也是必须要拿出来 然后其中还有一些不聚合啊 一些啦啦渣渣的东西 还有每只任务啦 就是我们现在固定活动总 每只任务都有的每天一颗嘛 那些我全部跟他山山倒完的话 大概会扣掉一个281颗 那么其实我们DOTAL到来还是拿到992颗啦 从我们的这个活动 官方送的所有龙丝总和下来 所以这么个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比官方所讲的 还要来的更多的一些些啦 这方面来说的话 我是觉得就 以这个量来讲 已经算是很不错啦 当然是对比7周年来说 龙丝会比较少一点啦 因为7周年的时候 龙丝是可以上到1,400颗 到1,500颗 真的上下 非常非常多 可是没办法啦 7周年毕竟是本命年 拿得到的龙丝比较多 也是正常的 那么这边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第一弹其实是 大家比较注重的啦 因为一进场 我们可以拿到的龙丝啦 对于第一 第一瞬间 我们可以拿来抽卡的龙丝也是很看重 登陆赏 初登陆 这边30颗 升方送这个的话 也是很重要嘛 去年的升方送 有一个77颗的龙丝 这个量老实说是非常大 今年会不会提升到更多 其实不确定 因为原本八周年 原本以为会讲说 去到八十八颗 九周年九十九颗 十周年去到一百颗 或者一百一十颗之类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一直往上升 77颗就卡在那边了 当然 这个数字对雄丝来讲的话 算是具有代表性啦 所以官方卡在这一边 也是合理啦 所以今年 我觉得至少啦 没有变多 但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啦 所以这个77颗可以说是稳的 然后配上那个 初登陆30颗 就107颗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 啦啦渣渣的那些 超级战啊 物语活动啊 再加上来 加加买买 应该是第一天进入 我们可以拿到 150颗这么个上下啦 所以这方面来讲 还蛮不错的啦 然后剩下的就是 新南关啊 限定任务啊 这些 可是好像 周年庆的限定任务啦 每一次龙丝都很少 龙丝每次都不说 就是5颗5颗5颗 每一弹5颗 其实就是 集中在一些活动上面 然后像去年的话 官方有给到一些 比较Benefit的东西 很Bonus出来的啦 就是像是那个 特别篇 动手的那个 蒙特逊这种 超级简单 但是龙丝32颗 直接给到 相信今年应该也会有一些 类似这样方面的那个 额外的优惠 优惠龙丝给到 我们拿到啦 嗯就是比较简单 只要花一点时间 打过去就可以拿得到了 然后像去年也是有那种 特别挑战关卡 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不至于过不去 也是有30多颗龙丝 啊这边的话就 很OK嘛 然后随着活动进行中 极限在觉醒啊 那些也会陆续的开上来 所以基本的 龙丝量还是蛮多的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像BossRust啊这些 嗯算是蛮久没有追加的嘛 这一次的话去年的8周年 好像是没有BossRust 哎今年的话应该会有吧 嗯今年的话应该会有 不过对比起去去 呃去年8周年来讲 因为刚才讲到的 爆裂连锁战啊 已经 退休了吧 那么今年的话 爆裂连锁战这方面 可以确定的就是 少掉这20颗龙丝 至于会从哪方面来做弥补的话 目前也不知道啦 很可能就是之前在讲到的啊 昨天才讲到的那个 极限之上的再强化 可能就是从这边 哎 补一些龙丝回来 嘛 这个就不确定啦 这个就只能等着官方的 那个情报陆续出手的过后 哎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啦 OK啦 这个就龙丝面上来讲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 其实基本上每个周年庆啦 都是会破1000颗以上 我们可以拿得到啦 虽然说就是要花 哎 第一弹第二弹第三弹的活动 可能有点久啦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龙死量是OK的 而且这样分段拿的话也是好 可能第一弹的角色 哎 已经抽完了 有时候没有分段的话啦 会忍不住一直继续抽下去嘛 那么分段过后啦 可能就是讲可以放到后面去 哎 就for第二弹的活动 第二次的那个卡吉这么上下啦 而且第二次卡吉到底会出什么 那么真的是不好说 当然我们最期待的可能就是 Bistar Gohan其中一之一 那么 吉翼悟空有没有可能再回归回来 哎 因为现在是卡在一个 往后走 就是应该说 继续往前 那个时间线前进的话 就会去到Bistar Gohan 如果往回看的话 就是吉翼悟空 哎 现在是长成这么个样子的东西啦 之后有空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边还蛮有趣的 那么最后的话啦 这边 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线下不是正在倒数活动当中嘛 1月22号到1月28号 那么这一次倒数活动当中啦 其实我们可以拿到的融丝量 也算是相当的多啦 哎 那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边 哎 登录赏方面有时刻 回归活动这个时刻 不确定能不能拿满 如果有的话那是当然是最好 哎 然后倒数的SNS活动 是否是时刻不确定 因为这个是去年的那个时刻量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里面啦 哎 因为现在确实是有正在进行着那个SNS活动中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啦 因为第一回合是两颗 后续会不会拿到更多就不知道 那么每日任务这边就是每天一颗啦 然后这个大工作吧 就每天登录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拿到几颗 7颗到49颗之间 哎 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这个 独看究竟的 哎 然后 解完所有的任务有16颗 然后 还有我们这一次比较special的 有一个极限在觉醒嘛 初造悟空 33颗龙丝 然后 在九周年粉丝见面会 现场有那时候有挑战活动 然后并且有达成 哎 这边官方就直接送了一个5颗龙丝 所以总而来讲这一次啦 哎 98颗到140颗之间 并且可能还会再增加 哎 还会再增加多一些些 这个就 倒数活动罢了 就差不多可以让我们 接近抽个一轮这么个上下啦 然后 6日的再加上去的话 就有多4颗龙丝这么上下啦 嗯 这个就是 目前为止 我们倒数活动的龙丝量可以吃到啦 那么至于九周年期间 当然我也相信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哎 可以极限在觉醒的角色有够多啦 这个不 我们以6颗来算的话 368 100 800到200颗龙丝之间的嘛 以去年的量啦 去年6张嘛 所以今年这样来算的话也是差不多 嗯 那么登录赏 初登录 升帮送这些刚才讲到的东西 其实龙丝就 没有什么好担心啦 应该说 其实是龙丝不这样没有什么好担心 是 越多越好 我只能说就这样 我们在中年期间可以拿到的龙丝量 绝对会是有一定的保证值在那边啦 当然至于抽不抽得到那个就全看硬啦 哎 希望今年的那个卡机对我们温柔一点 哈哈哈 不要花那么多才抽得到 OK 这个就是九周年期间可能获得的龙丝量也是坐落到一个 一千克上下啦 至于那个 嗯 双平台第一 销售榜第一 可以去到哪里 哎 这个就全部看玩家自己的努力 应该说看客长的努力了 哈哈哈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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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